好 我們看到現在距離2024的選舉 已經越來越近了 現在民進黨打選戰 但好像已經達到有點分不清 還是什麼什麼了 首先我們先看到一下 副總統賴清德 他在昨天的時候就講了一句話 什麼話呢 來 時代考驗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他也說這一句話 很適合當下的國際情勢 但是各位觀眾有沒有覺得 這句話有一點點耳熟 因為這一句話可是蔣公的訓示 來 這個而且是一模一樣 你看這個是時代考驗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奇怪了 這句話從賴清德嘴巴裡講出來 不是有點奇怪嗎 因為我們看到因為民進黨 就是一個拒絕威權象徵 然後也是什麼要拆中正紀念堂 等等的這種意識形態 非常重的這個部分 還有拆蔣公銅像等等的 那現在副總統 現在賴清德講錯這段話之後 之前那些時常跳出來 供這個議題的民進黨 民代們現在又到哪裡去了呢 而且我們看到 228這個蔣安安 是不是蔣安安的政治自助餐 簡舒培也說了 應該要支持轉型正義 接兩蔣獨裁等等 但是我們看到了 就在賴清德說 這個民主2024大選是民主以及專制的選擇 非戰爭以及和平 但講這句話的時候 難道你現在是把自己當作是威權嗎 因為你看你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你不就是在講之前自己覺得威權的一句話 那個人講出來的話 那現在你說又說民主跟專制的選擇 所以是自己是專制嗎 自己的選擇 選擇賴清德就是要 傷害民主 就是覺得自己是專制這樣子嗎 好 那麼講到蔣家 我們的台北市長蔣萬安 在去年底的時候上任 那在這幾天呢 是已經接受到了首次的備詢 可以說是炮聲隆隆 不過這個炮聲隆隆 這功的好像也不是大家所關心的市政 而是他的身世 我們先看一段畫面 當選靠阿公 市政很用功 你做得到嗎 議員喔 我是選民一票一票選出來 好啦 我們都是透過民主的實力員 就是論事 今天在討論市政 我們就是論事 為選民爭取建設 沒有問題 天經地義 為接受議員的指教 要加速我們加速 你好像為自己的這個身分 有一點點很容易會動怒 沒有動怒 我們都是救世論事 各位觀眾有沒有覺得好難得 可以看到蔣市長動怒 而且動得還滿兇的 可以看到剛剛民進黨 就不光是在質詢的時候 他們還是整個黨團 舉著這個手牌 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 是全部人 然後就舉著這個五感市長 市長吊車尾 還有什麼當選靠阿公 當選靠阿公 市政不用攻的這個牌子 來進行抗議 還有有人是送這個不講武德 那這個獎就是蔣萬安的獎 現在是被全部人一起砲轟說 當選靠阿公 那蔣萬安當然就是也是很神奇 剛剛有聽到 他也是直接狂嗆 民進黨的議員 說我是選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那你自己不講市政 一直在攻聲勢的話 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網友也看不下去了 難道你們明代的水準 民進黨的水準就這樣而已嗎 只會用老招沒部了嗎 可不可以請他們講一下 如果真的那麼在意 就是說我們的民代的一些背景 或是家事 或是祖先等等 那蔡英文家族 是不是也應該要出來講一講呢 不過我個人也覺得滿奇怪 是說這個樣子 就是公盛世的 這個樣子的一個做法 其實以前已經有滿多次了 但是也都已經顯示無效了 包含了在2022年 去年9月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也在打 那個台北市場選戰的時候 Joyco也是把蔣少爺 那個時候精華案 緋聞案 女主角等等挖出來 也是造成很大轟動 等一下 可以請委員這邊特別再講一下 那Joyco那個時候 講了這個東西之後 然後反而讓陳時中的民調 直接是坐溜滑梯的往下滑 明明就已經沒效了 還有在228的時候 范雲也是直接講到說 就像希特勒孫子在吊念猶太人 等等的 就是這種各式各樣的言論 已經是不管用了 那為什麼現在 大家已經要在市政 討論一些市政話題的時候 你還在用這些東西 來去供蔣萬安 沒有一些更具體 或者說更市政的一些東西嗎 還有在包括這個時候 今年228的時候 蔣萬安出席228 那也有群眾舉著布條下跪 罵殺人兇手等等的 這些爛招難道是用不膩嗎 那麼講到了抹紅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現在綠營是揭穿了 所謂的中國三項最新統戰工具 工具有哪些 就是馬英九也入列了 太空垃圾都入列了 這是運棚 不好意思是中國棚 中國棚現在就講 馬英九附中被解讀 現在是被解放軍 當成一個宣傳的工具等等的 所以是一個介入台灣政治的手段 當然馬英九也是黑人問號了 那麼講到抹黑抹紅 還有這個敦化國小的所謂唱這個歌 然後結果被淪為所謂的大恩外宣 最新進度各位觀眾 監委現在進一步要查了 不過很奇怪的是 現在連他們的衣服也要被攻擊嗎 小學生也成了出征的目標嗎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領巾 也還不是領巾 人家那個領巾還是領帶 而且那個服裝 人家從以前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現在又來扣紅帽子 不是很奇怪嗎 好包含了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簡書培兒也批這個學童 是不是走童戰 結果市長裝傻 講完之後也是馬上的反擊 說你這個就是在扣紅帽子 你不就市政就是論事 我想大家都不會接受 好剛剛提到這個 敦化國小這個部分 而且講到敦化國小 其實敦化國小合唱團 在2017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參加過 紀念228的音樂會了 這個演出 總統蔡英文就在這個現場 結果有什麼事情發生嗎 那黃二鳴我們資深媒體也說 我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好我們首先先請教一下 洪維基 妳怎麼看 我剛剛尤其提到這個 現在這個一直打 蔣萬牌還不夠嗎 之前跟那個Joyco大戰 現在應該還是歷歷在目 沒有錯 因為昨天 應該是禮拜四開始 蔣萬到議會做備詢 算是一個處女秀 所以大家都高度的關注 那你可以看到民進黨磨刀禍禍 因為他們有很多新的議員 總是想要表現一下 可是我覺得這次民進黨 實在非常弱 因為通常我們過去 也常常杯葛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在野黨 就是會有幾些 牌子 口號等等 然後我看到很多就是 當選靠阿公 你們有事嗎 當選靠阿公 就是說你現在是用紳士 去質疑你新任的市長 那剛剛提到周玉寇 周玉寇那個時候不是就去 因為講話沒有什麼好講的 然後就去污迷話 人家張淑娟 然後說什麼張曉妍滾床單 然後還有一陣子不在講說 蔣先生不姓蔣 他姓郭對不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大家就很疑惑了對不對 就搞得好亂 之前你說他不姓蔣 你說他姓郭 當選了你就說他姓蔣 不是二爸也說人家姓蔣 說你要下跪道歉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那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請問一下民進黨整個黨團 都是那個標語 你們的水準 原來是跟周玉寇一樣 對不對 你很好笑 因為你竟然是一個市政的質詢 我不相信 就是說你可以從市政上面 去挑戰蔣萬安 結果你通通都在那邊 一直在說 說蔣萬怎麼靠阿公不靠阿公的 那當然第一個 這一次蔣萬安的回應 很多人看到 看到不一樣的蔣萬對不對 生氣了 對 你看 蔣萬很少這麼強勢 就是說親力尊重 我是用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你要尊重民意 你不是 其實劉耀仁 我們過去那個 那個當同事也很久 他算是比較資深的民意代表 比較資深的 而且這次也想要選立委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都不對 那另外 如果說蔣萬真的是靠 靠阿公選上的 你們不覺得自己很丟臉嗎 不是解說不定 不是要講什麼轉型正義 什麼促轉會 講什麼要打破威權 你講了半天 原來你的轉型正義 根本沒有受到 我們那個人民的接受 所以你們也覺得很丟臉 我花一點點時間 講那個敦化國小 敦化國小在我的選區 我真的覺得 我們政治人物 那種丟紅帽子 說什麼中共同路人 什麼中共統戰 你看他講說馬英九 去中國大陸 就是被統戰了 我們這些小學生 那沒有錯 他們是接受這個 尤其是一個 像這兩岸交流的活動 然後立刻被整個都污名化 把學校搞得嚇得要死 現在監察院都要來調查他 這個賴正昌監察委員 我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聽到他的名字 我已經很久很久 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立刻跳出來 所以要去調查 調查敦化國小 然後說敦化國小 那個紅領巾 也是被挑戰的 笑死人 人家合唱的紅領巾 是已經非常久的事情 剛才也提出來 就是當時在總統就職 蔡英文總統就職 她跟陳建仁那一次 總統就職 還有就是2870週年 他們都是帶著他們的紅領巾 這是他們的隊服 然後在那邊獻唱 總統在下面非常感動 請問一下 那個時候沒有事情 現在這個紅領巾 就變成是中共的統戰工具 你們到底要雙標到什麼程度 而且我嚴重的要求 你們停止對我們的小學生 對我們的學童來丟紅帽子 好 那政黨說 我想問一下 也是很奇怪 這個我們的賴副總統 怎麼會引用蔣公的訓事 然後來講這句話呢 是大家在考驗著青年 這是我們這一代會唱 你可能不會啦 賴清德穎這個東西 他講得因為要選總統 當然看見到未來的年輕人 如何爭取他們 講到這個 台北市議會裡面 這樣的修理蔣萬安 如果用民進黨的標準 說他靠阿公 那我問你 你們民進黨靠阿伯 靠老伯 不多嗎 順便講一個 比較資深那個屏東 他說那個邱毅營 他爸爸叫邱茂南 是不是嘉義 蔡毅宇 他爸爸就是當年民進黨三寶的蔡啟方 還有上一次來選上的 那個什麼賴品宇 年紀輕輕 平和德何能 他爸爸叫賴靖林 還是被起訴的 涉及到各個 那你們這些 不是說是靠著爸爸的 你們還敢有嘴巴講別人 你們這些年輕人 是吧 是什麼樣的年輕人 你們在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我就覺得賴清德講這種話 大家要注意他整個幾個轉折 他最近提出說 不是這個戰爭跟和平 而是專制跟民主 我認為他已經對他這次的選舉 要定調 那麼其中如何包括到年輕人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大家都知道第一個 他永遠撕不掉的烙印的那個標籤 就是他是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是個台獨 可是去年十一二十六 民進黨大敗之後 他發現說蔡英文所倡導的抗中保台 大家不願意 大家放棄他討厭 會引發戰爭 他馬上改口 說就是什麼 和平保台 他認為說台灣已經獨立了 他不會再去實際上 為他的所謂的台獨 做真正的宣稱失職獨立 他就怕了嘛 不敢講了 做了一個轉折 可是他提名 一過了那一關的時候 他又開始改口了 那這個改口你要知道他講這種 對這種這種標題式的出來 他是要設計對立面 他認為台灣是民主 那我真的要問 台灣有民主嗎 那他設計的對立面 一個就是你看老共都是專制的 那國民黨過去就是專制的這個英靈 要把這個蔣介石的混在招回來 然後講說不要去談和平 這個重要叫做民主 我第一個問台灣有民主嗎 台灣被你們民進黨的民主 糟蹋到什麼地步 你們還敢講民主 還敢講什麼玩意兒 第二個 他還講什麼要民主團結 民主什麼和平 你們這幾年對內那個鬥爭 你們要按照規矩拿來 更重要的是我要講 如果國家沒有自主 能夠談民主嗎 馬克龍為什麼要講 歐洲要戰略自主 他們要戰略自主 因為美國那是有控制的嘛 台灣今天不管你是中華民國 不管你是台獨國 美國把他們控得死死的 你講什麼民主 你們都敢面對真相嘛 台灣如果要講民主 就是面對美國對我們的壓榨 對我們的載智 所以你今天要轉移這個焦點 說是要欺騙這個社會 賴清德青年要如何創造時代 年輕人醒過來 民進黨的騙局 美國人的魔手 這才是一個最真實的 不要在這邊記那個紅帽子 然後開始講什麼 要把這個這個所謂蔣介石的英文 要召回來 當代最大對台灣最大的傷害就是 蔡英文跟政府跟賴清德這些假台獨 好 議員你怎麼看 其實這兩天你也在議會嗎 你覺得你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民進黨在議會的表現 根本荒謬可笑 我不是現在在節目上講 我在現場就當著民進黨的面 直接痛斥民進黨荒謬作為 首先跟各位報告 這整個的議事流程 是市長的施政報告前面 會有一段作秀時間 就大家比如說送禮物 然後罵罵人 對吧 那這本身就很荒謬可笑 對吧 你如果真的覺得市長有問題 你應該留在你的質詢期間 然後來質詢 結果不是 質詢時間不用 然後前面先罵人 市長報告完了之後 才是正規的質詢時間 結果我們發現民進黨都幹嘛 送完禮 然後就開始攻擊聲勢 選前就質疑市長的血統 後來又批判講萬案的血統 那不僅邏輯錯亂 而且與市政毫無關聯 只是人聲攻擊的謾罵 一點都算不得高尚 那如果還要活在選前的話 乾脆請周玉寇來質詢滾床單算了 這麼關心人家阿公 議會要不要變成大型官落英現場 所以民進黨的作為 本來就是非常的亂搞 那麼我在現場也直接講了 這些人難道真的關心市政嗎 當然不是 因為許多人是怎麼樣 他放完泡就走 就他送完禮物之後就走 本一下就是市長的施政報告 你關心市政 你要留下來聽施政報告 結果他們都不是幹嘛 就送了禮物之後就走人了 你看到了什麼王思堅 然後或者這邊講的 這個誰誰誰 名字我都忘了 反正民進黨最後留在現場的 只剩下六個人 送完禮物就走 你到底當的是議員 還是當快遞 所以民進黨轉行當快遞就好了 就口口聲聲關心市政 結果真正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都不願意坐下來聽一下裝個樣子都不願意 好 那這到底誰才關心市政呢 再來這個民進黨又開始抨擊 你看講完了市政不好 其實等一下的這個施政報告 因為你真正從裡面抓到bug 抓瑕疵那才叫本事 前面那都只是情緒性的謾罵 更何況我引用蔡英文的一句名言 蔡英文說不要用一百天來評斷我的成績 所以我也希望民進黨的這些徒子徒孫 這些黨員同志要聆聽蔡英文的勝訓 不要急著一百天去批判蔡萬安 應該要雙重標準 共同為市政努力 好 那麼講到二零二四 我們看到立委的選戰也很激烈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